昨天一个消息和令人伤痛的消息震惊了全美国 就是在德州南部的一个小城市 有一个枪手枪杀了到目前为止19个学生 都是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的 还有两个老师 这件事情呢是很令人伤痛 昨天我真的是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真的求神联敏他们 求神来亲自安慰所有的家人 那我也知道这种事情发生以后 又有很多人出来争论 实际上政客们永远借这个机会出来 枪的问题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在问美国问题怎么了 这不是美国的问题 这不是枪的问题 这是人们违反上帝的诫命 谁自己几亿去生活的问题 实际上你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最近几年 有枪杀案大肆枪杀案的问题拿出来看 几乎毫无例外 这些人呢基本上都是家庭破裂 家庭的基本上单亲 从小或者从小受到虐待 这个孩子的具体信息出来的还不是很多 但是根据现在有限的资料 我看到他临去学校枪杀之前 把自己的主母杀死了 然后今天看到这消息 说他在几个照片发现 他是一个 我不敢说他是变性的 我不敢说他是男生 但是看到这个照片他穿着女生的照片 甚至还穿着个丝袜 这就是左派这几年在学校里面 毒害我们的孩子 他们不按照上帝所创造的 上帝创造一男一女来生活 他们从小就让孩子们换书 左派的这样的思想 让孩子们对自己身份感到 感到这个混乱 说这些左派们民主党们又拿这个枪说是 这个根本枪永远不会杀人 就好像汽车永远不会杀人一样 是人开的汽车 人开的枪的 人们说没有枪至少一次不可以杀这么多人 这完全是掩耳盗铃的方法 掩耳盗铃的说法 你有没有 如果你真的关心老百姓的生活 你问问这些政客们 芝加哥每天晚上每个周末会死几个人 他是一次没有死十几个人 但是每个周末都死几个人 你知道一年能死几千个人吗 费城每天晚上都有枪击 你知道吗 底头里每天晚上都有杀人 只不过是一次没有这么多 累积下来你知道有一年下来有多少人吗 这些政客们根本不在乎人们的生命 他们就极度的在中学里面 小学里面推广 推广他们的所谓的极度的 所谓的人的这个理念 就是人可以自由选择性别 这是违反上帝的这个诫命的 上帝照男照女 上帝让我们爱好家庭 关心自己的家庭 你看现在 而且这些基本上出去变态杀人的人 家庭几乎都是 我不说百分之百 几乎都是单亲家庭 这是一个父亲缺失的年代 这是一个家庭破坏的年代 所以根本不是枪的问题 说从弟兄姐妹们把这个视频转给周围 说要进枪的 这不是永远不是枪的问题 这是人离弃了上帝 当人们把圣经从学校里面赶出去 扔出去 当人们在学校里面不允许祷告 当这个所有的实界 包括圣经 从政府的公共机关 踢出去的时候 而且现在要把这个基督教从美国社会提出去的时候 这个恶根就已经种下来了 关键是不敬畏上帝 关键是人们淡漠家庭关系 所以说 不要再消费这些失去亲人的孩子 这个失去亲人的家庭了 也不要消费这些死去的这些可怜的孩子 回转 跪下上帝 有人跟你有不同的想法 把这个视频转给他